第一周第五天 欢迎来到宝座前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计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进到神的宝座前是所有祷告的根基 所有的祷告者必须前进到宝座 每位真心徒都被欢迎到那里去 进到神的宝座前是一项奇异的特权 我们所洁净的是一位主宰宇宙的圣洁统治者 被欢迎进到祂面前是何等的特权呢 我们提到神的宝座是一个恩典的宝座 不是审判的宝座 这代表作说 假使我们已经借由基督的血进到祂的面前 我们就蒙祂耶娜 祂向我们伸出荒芸的手 有时候我祷告 希望想象自己在天上的宝座前 我以心灵的眼睛看见 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一位被高举起来 祂的荣耀充满整个空间 四处都是天使 祂认识我 知道我的名字 微笑看着我 伸出欢迎的手说 跟我说你必须到这而来的原因 我们不太熟悉这种美妙的欢迎 因为我们知觉太好 它有价值 事实上 因着我们的罪被禁止进入它的同在 然而 基督耶稣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蒙神的悦难 并被收养成为儿女 因此 在这尊贵的家庭中 我们拥有一席之地 我们可以带着对自身的关切来到宝座前 我们也可以以带导者的身份来到祂的面前 在我们心中带着我们的家人 邻居 同事和朋友的需要 有一位带导者曾经代表祂的灵舍 向神说话 这位带导者提到说 在他和其他人为他的邻居祷告的 差不多一年之后 邻居们就变得更加友善 他们停止滥用药物 有两位事业的妇女找到工作了 一位父亲停止戏酒 另外一位妇人神迹般得到权医 有一个人从邪灵困绑中 被释放出来 有好几个人开始认识耶稣基督 还开始的一个圣经班 是的 我们看到宝座前所发生的事情 在地上产生了改革性的影响 神对我们表示欢迎 他心中有计划的 他希望改变我们 并希望改变我们的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让我们来反省三个问题 第一 为何信徒可以有信心的 洁净神的宝座 第二 你祷告时拥有多少信心呢 第三 你可以用什么的方法来增加你的信心 就让我们使用西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 成为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赞美你 因你使我们在恳求的时候 可以得到恩典和怜悯 主啊 我恳求你赐下 你愿意慷慨提供给你的恩典和怜悯 恳求神赐我们虚用的信心 使我们能有效地为自己和其他的人代导 主啊 我谢谢你 因为你欢迎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 给我们如此尊贵的身份 我为找这个尊贵的身份向你献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声明祷告